好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就是這個Google的雲短碟 事實上Google的雲短碟認識的格式還滿多的 我們剛剛講過其實 如果你只是缺一個硬碟 老實講不用那麼麻煩 現在外面現在買隨身碟有很便宜嗎 超級便宜有沒有 像你現在買差不多16G應該是五六百塊不用 請問你有什麼檔案會帶那麼大 通常都不是自己的 差那麼大 都是別人的比較多 就是不太合法的比較多 程式或者是音樂還是影片比較多 那大部分自己的資料說的比較少 那它可以認識的格式你看包括了像什麼 像我們一般來講的PNG、JPG 這是我們照片比較常會用到格式對不對 它可以直接辨識 那當然PDF也可以在上面直接看 我想這些最大好處就是說 你不用安裝軟體就可以再檢視了 好就可以檢視 那甚至呢你也可以做編輯的動作 比如說像這Office的對不對 這些都Office的 MP3 API這些都可以看 都可以在上面直接看到 那還有一個比較特別就是ZIP 各位我們有時候常會用那個檔案壓縮對不對 檔案壓縮一般來講就是都要有軟體 好那那個軟體的話就是不管你是用Windows內建還是怎麼樣 它再解開才看得到 那這個ZIP呢你在雲端上就可以直接看了 它就可以幫你解開 你不用就真正解開就是它可以點進去直接看到裡面有什麼檔案 好你如果要哪一個可以再從裡面拿出來 好這是比較特別可是RAR就不行喔 RAR這個就不行 為什麼因為這個是有專利的 這個技術是有專利的 ZIP是公開的 就公開的 那RAR這個是有需要另外付權利金喔 所以它就沒有 等於不是公開格式 那了解這樣概念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囉 首先第一個 我們剛剛講的齁 就是如果你是屬於一般的 一般的這個雲端就是Google的郵件 那它現在是把這三個功能整合在一起 就是你的Mail Gmail的部分 雲端硬碟還有什麼 Picasa的空間 那個相簿的空間 三個合起來算15G 最近今年才開始這樣做的 以前是個別分開計算 現在是全部合在一起 所以你可以自由調配 我就是硬碟用的比較多的 那這15G你就可以通通拿去做硬碟 也可以 好或者你的相片比較多的也可以用 那麼Picasa比較特別一點點就是 如果你的照片的解析度 是在2048乘以1536 也就是一般我們講的什麼 300萬像素以下 包含300萬 那這樣子的話是不列在它的空間裡面 也就是好像全部免費的意思 沒有空間限制 只有超過300萬以上的這個檔案 它才會算在15G裡面 這樣了解了嗎 這個是比較特別一點點 所以你可以像 那如果像我們學校這邊 像在學校這邊 它有這個 這個是學校有給校友 或者是學校老師有另外一個 就是Gmail代管的 那它的這個信箱呢 是這樣子 在這邊 有沒有 我後面這個不是Gmail對不對 後面這裡 這邊 這個不是Gmail 那這個呢 雖然是學校的網址 但是是委託Gmail代管的 這一種的話 你的空間就有30G 等於是平常一般的兩倍 一般的兩倍 所以這樣空間又更多 又更多一點 所以這個是我們這邊先給你看到的一個 那 好的了解這個之後呢 我們就再往下看一下囉 那你當然需要知道一些什麼 因為Google最厲害的 是不是就搜尋的 對不對 所以 我們以前有介紹過幾個 知識圖譜 有介紹過吧 對不對 還記得嗎 有的有印象的 有的沒有的 沒有關係 那這個 找圖片的小技巧 用拖曳的方式 也有講過 最主要是這個東西 為什麼還要在這邊跟各位稍微提一下 因為其實你要找東西 你這個東西還是要匯對不對 以知識圖譜來講的話 你看 被我們攻佔了 被中國人攻佔了七夕 好 那 假設你想要找七夕 OK 這個 可能 右手邊就沒有知識圖譜 他現在還沒有漸進去 好 我們的知識圖譜會出現在 搜尋結果的右手邊 右手邊 那這個是還沒有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囉 這個 我們試看看有沒有 真的沒有 好 那就算了 好 比如說我們來看一下吧 我們學校的上次有找過對不對 好 您看一下右手邊 有沒有 在右手邊他幫我們整理出來 就是你要找的這個主 關鍵字的相關的資料 他會先在右手邊幫你找到 他裡面有包括我們學校的地圖 照片 還有聯絡地圖 是不是都跑出來了 那如果你是更熱門的 他就會再有更多的 像上次我們找過那個歌手的 對不對 裡面就會更多 那比較特別的是您在這邊的話呢 像我們上次找歌手的 好 在這邊 你用知識圖五最重要的是 你還要會找下面這些東西 因為下面這裡會有更多 跟他相關的 那麼如果你點了有沒有 跟他有相關的人 那你點了之後點下去 我們在上面 還會再出現這一列 還會再出現這一列 那這個是大家最容易去忽略掉的地方 他是把很多關鍵字相關的 都幫你整理好了 那 好了之後點了之後 下面就會再出現是他個人的 或者是那個事件相關的 所以這個方式你一定要會 好這個就是知識圖補 那麼其他的呢 這個找圖片的應該就還好啦 找圖片的 你可以拖位進去找圖 也可以像這樣 找到這張圖 按著從這邊丟進來 從這邊丟進來 這樣也可以找 好這樣也可以找圖 那至於從那個 從那個 自己電腦傳上去 我就不用再講了 最主要是 你會發現這邊會有不一樣 有沒有發現這裡不一樣 這個 原本上面關鍵字而已 但是在旁邊會變成你剛剛找那一張圖 他就這個叫做以圖找圖 以圖搜圖的方式 好 OK 所以我把 上次呢 可能 有些 如果你沒有聽過的 順便再補充一下 那麼 事實上 Google還有提供 三個 你要用雲端的 事實上還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 現在表格的資料搜尋 他也有 所以你看到這個標題 應該就比較清楚 他是針對搜尋什麼 表格的 表格式的資料 好因為一般我找的資料 可能有網頁式的 有圖片式的 文字式的 比較多 那特別針對表格的 現在 他也有推出 在這邊 其實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我們Google的搜尋 有一個搜尋工具 應該是更多 表格沒有在裡面 我記得有 應該在全部裡面 等一下我再找一下 那另外呢 他還有針對一個就是 我們講的這個專利的部分 這裡 專利的部分 因為現在智慧財產員很多 所以Google也有了 也有了 雖然他不能夠查全部 但是至少 這個對大家是有幫助的 有沒有 他專利的部分 可以幫你找一部分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 也可以來這邊 稍微查看看 那這裡呢 還有一個是針對 就是所謂的 照片 照片 我們剛剛不是有講過的 那個皮卡莎嗎 對不對 事實上還有一個服務 叫Google加 那個比較類似像什麼 比較類似像那個 Facebook 那種感覺 社群的 社群的 那不管你是用 他的照片 還是用Google加 他都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因為照片也會說話 什麼叫照片也會說話 因為比如說 你拍日出日落 你拍的是昆蟲 或者是人物 裡面是不是都有特徵 對不對 所以說 你今天你在找照片的時候 你也可以打關鍵字 直接打關鍵字就可以找到 不過目前這個服務 主要是以英文的關鍵字為主 中文 就沒有 中文就沒有 但是你可以 比如說你拍日出的 你用sumrise 對不對 類似像這樣 你可以自己去 把那個關鍵字打進去 你的照片裡面 跟這個有關的 他就會列出來 所以即使你的那個po文裡面 或者你的照片 沒有做任何的標題 或說明 他一樣找到那些照片 這個是蠻特別的 所以這個是順便在這邊把Google 他有提供這個搜尋的技巧 跟大家說明一下 那麼這些講完之後 我們現在要麻煩各位 麻煩你先登錄到我們的 Google的雲端硬碟 好不好 您可以從這邊 看是直接郵件這邊進去 或者是進到郵件之後 從上面這裡 也可以直接點雲端硬碟 如果您是比較不常用Google服務的 可能上面還是叫做Google文件 但是那個是很不常用的才會出現 他應該大部分應該已經更新過了 您試看看 登錄到Google的這個帳號裡面去 看是要進Gmail也可以 或者是登錄到搜尋引擎都OK 如果您是登錄到搜尋引擎的話 您可以看一下 您只要進到Google的搜尋引擎 在他的上面這裡 一樣會有 這裡有更多 對對對 更多裡面就有雲端硬碟 這樣有看到嗎 你從上面這邊一樣可以進得去 好嗎 謝謝 無論壇